兩個顏色 我現在穿的是淡粉紅色 手拿著這個是深藍色 這個是格仔的圖案 它的手袖是呈一個水舞狀的泡泡效果 跟平時或者我有時提過的泡泡袖 這個是水舞狀的 水舞狀通常就是在內圈 手袖圈的位置再加多層層層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觀感就很不同 這樣給大家看可能會比較清楚 對 它有多層網布 這個位置也有橡筋 但也不需要擔心 也是鬆的 它那個橡筋是給我穿起 收回進去 跟平時的一些手袖 促起或者泡泡袖的觀感不同 這隻是水舞狀 會立體一點點那個形容 它的領位都比較低 都還可以的 是低的程度都還可以 不算暴露的 不過這個淺粉紅色 就有些頭 就看看自己是否習慣 所以不需要打底 另外這條帶呢 就是綁回做一個蝴蝶結的效果 對 那就沒有實際的功用 就是它不是給索緊 拉扯那種作用的 它純粹是給一個蝴蝶結的狀態 對 盤骨在這裏 三身是寬鬆的 對 盤骨在這裏 是比較短版型的款式 整個的三腳 都是一個通花的 有通花位的一個波浪 刺繡的襯衫款 做一個波浪的形態 連貫它的領邊 對 領邊和三腳是相同的布質 來的 模型也是相同的 這個就是一個全開胸的款式 全開胸扣柳 這個就是那個帶位 做一個打蝴蝶結的小點絕 這個很有趣的 一個泡泡水墓狀的手袖 跟平時的真的不同 這個就有趣一點的 再豐盈一點的立體 豐盈一點 豐盈一點的一個水墓狀的手袖 那都再提一提 它的橡筋不是給蓄著手的 對 也有很充裕的空間 不繃緊的一個效果 那我現在就襯得比較斯文一點的款式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深藍色的西褲 襯了一個斯文的紳士鞋 那這個也是講到舌頭的 好 好的 非常新鮮